为了让基隆的孩子吃到安全有品质的营养午餐 市长谢果良多次到学校厨房了解作业流程 并推出学校食安三件 近年来食品安全受到了大家的重视与讨论 为了守护基隆学生的食品安全 我们基隆市府从去年至今提高补助学童 每人每餐20元的营养午餐费用 我们还要引进食品专业的HACCP专家 入校辅导目的是要提升营养午餐的品质 我们规划要让午餐人力的预算更加的到位 让学校的厨公 午餐的秘书 学校的营养师等午餐工作者的待遇跟制度 能够充足这些预算预计共2000万元 这一整套守护学校营养午餐的食安政策 我们叫它学校的食安三件 我们要从食材的经费提升 制度的导入午餐工作者的待遇提升 三件紧密相扣 基隆市府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支持 午餐人力预算到位 让第一线的午餐工作者替午餐严格把关 让家长放心 学生安心 为了落实学校食安三件 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表示 将在今年提出1942万元的追加预算 包括提升除工待遇 增聘营养师编制 以及午餐秘书的检课终点费 希望能与议会一起支持学校营养午餐的人力经费到位 提升基隆的营养午餐品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